謝謝凱軒 然後也謝謝大家剛剛的一些 在自我介紹的過程裡面都稍微談聊 大家對這個議題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問題也好 那我想說待會的講者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本來原定兩位講者 但是另外一位那個花敬群老師 他因為剛好晚上在台北 平時有提示 沒辦法趕下來 所以今天就是他可能會先確信 然後對大家不好意思跟他先說聲抱歉 但是待會會有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這個393平台的工作人 民運他是這個平台的專案經理 他也會來稍微跟他做一些資料的補充 是有關於這個房地坦罪方面的補充 資料的補充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說明 那也一樣會很精彩 那其實我們今天要談的這個 財政的這個議題 說實在 我相信大部分我們其實不是來自於這些 財經背景的人 的這個人 那可是其實我們也 為什麼會來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相對的關心說 其實 為什麼台灣現在我們 不只看到國際上 包含像是西亞這些國家的問題 我們看到說 開始真正意識到說 我們在台灣的整個 不管是中央也好或地方也好 我們在於我們的財政啊稅收方面 開始陸陸續續有人去意識到 這個台灣的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那我相信也因為明年準備要選舉 我們可能將產生一個新的政府 新的國會 那所以開始也有很多的這個 我們候選人 尤其是我們可能現在看到 所謂的比較進步的第三勢力也好 或者是來自綠營的 甚至可能來自藍營的這些政治人物 都可能會提出自己在於 財政上面的一些主張 那可是他們的主張到底 對人民是好或是壞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 不知道怎麼去做判斷 那我相信說 透過像包含像哲武這樣子 我們透過人民 我們要自己 我們不是說 民主就是投票這個行為叫民主 那我們其實真正好的一個公民社會 我們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比較良好的一個互動跟溝通討論 溝通討論之後 討論出去審議出我們 人民理想中的那種政治的形式 那包含這個政治裡面其實就包含 包含像是財政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其他的 各種不同的領域 其實這個都是民主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想說我不要多談太多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這個背景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基礎的東西 從我自己的想法 我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談到財政問題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們台灣人不會理財 然後大家很重視理財 可是我們回到政府 這個大的國家機器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好像 就好像又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那所以 我們知道說 回到我們個人理財 我覺得大家知道說 我們收支要注意去平衡 你會知道要投資 你知道說 要負債的話 你要怎麼去注意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這些 很 我講說 你可能會有這些基本的知識背景 或是沒有 你就會想辦法去了解 了解 了解如何去投資理財 那其實就是 為了說 不要讓自己陷入那個債務的循環 惡性循環 可是回到國家社會的這個層次裡面 我們就看到這個國家機器 政府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比較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我想說 今天透過393 這個公民平台 他們 跟水武的合作 那我覺得 我相信說 待會兒我們 可以從這個 王老師身上 還有這個民運這邊 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可以更多有關於說 現在台灣的狀況 以及說他們可能會提出 我們是不是有些因應的方法 那我們是先請這個王老師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各位台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三十年前我在那個成功里 那二十五年前我就在南九家 紅白線縣長的助理 因為我一開始在立法院 當時整個立法院裡面呢 財經立委 財經立委就是紅白線 他養了十幾位 像我們那個年底的二三十歲 針對不同部會的預算 好好的班 然後當時還沒有 說要用計算機在那邊抓 可是二十幾年後 二十幾年後 立法院有沒有財經立委 有啊民進黨財經立委 叫薛林 沒有人在看預算 沒有人在看預算 所以今天呢 我剛剛聽到各位好朋友的問題 我大概有抓到六七成的問題 大概我可以把我從以前的經濟到現在 然後今天盡量的來跟各位溝通 尤其是看到有我們還沒有投票前的 我更感動 我跟各位報告 希臘一樣要開學 希臘的大學 這學期能不能開學 要看德國的國會有沒有通過撥款 德國的國會如果不通過撥款的話 國立大學今天就不能開渣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台灣下學期九月 某一年的九月要開張的時候 要看北京願不願意借錢的時候 從讀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今天呢 剛剛有位先進提到 我們的退休金制度是怎麼樣呢 我們逐年逐年才增加了 我們退休金對所有老人的承諾 我們每一年增加多少 每一年增加八千億 那八千億是多少呢 八千億是多少 各位都記得夢想家嗎 夢想家一場兩億多 夢想家十場二十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每天都把它辦十場夢想家 大概六千多億而已 我們每天就在累積這些債務 要誰買單 要他們買單 我們現在發生的問題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眼睛都沒有打開 因為馬英九承諾要做年金改革 2011年敲鑼打鼓 2013年解散 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解散 所以繼續每天十場夢想家 十場夢想家的累積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到的問題 那我的背景呢 我是學經濟的 你們可以叫我 Hank老師 但是我是學經濟 但是我的博士是面都市計畫 所以我跟財政是很關的 那只是後來又到台灣經濟研究院 然後到宜蘭去擔任財政處長 而在擔任財政處長的時間 很巧跟苗栗縣是同一個時間 碰到了不能再新增取債的部分 但是我們選擇走不同的路 不過這一段 我比較屬於財務操作 我今天可能就不會做生意為介紹 那我結束之後呢 我回到了台經院之後 剛好393的幾位創辦人 他們也覺得有必要把財政這個問題 做更好的整理 所以我們才編列了昏迷指數 為什麼會有昏迷指數 因為你每天才會聽到 國債中啊 每個人平均負債105萬 說真的負債105萬跟108萬 大家沒什麼感覺 然後苗栗縣每個人5萬多塊 地方債務 然後台北市每個人7萬多塊 你也沒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就借用了 醫學上的昏迷指數的概念 把每個縣市的健康情況 把財政健康情況分成 腦死啊 葉克華啊等等 然後當時我們算出來的時候 苗栗我們就覺得它是腦死的情況 我們發布的時候 記者去訪問劉振宏 劉振宏說五成 這個週刊能信嗎 因為就跟商業週刊合伴 他說這週刊能信嗎 那我也很感謝它配合有出 那就維持它同樣的步調 所以苗栗7月1號應該發放的薪水 最後領到的時間是7月23號 但是那不是第一次 以後會越來越多次 剛剛提到鐵發碗會怎麼樣 鐵發碗就是每個月固定 我錢就會到我的戶頭 我就可以去領的叫做鐵發碗 對不起 以後苗栗縣的公務人員 就沒辦法比較優惠的公務人員 代款 因為會不會付錢給你不知道 更不要講苗栗縣的中低收入戶的 弱勢補貼 他們已經斷吹了好幾個月 就是沒錢 沒錢的時候 然後苗栗縣政府竟然上面還有最豪華的員工健身房 這是一個故事 還有一個故事是今天要下來的時候 金周潘打電話問我 黃布斯柯P要把第二預備金提高 從補益變到十幾億這樣你有什麼看法 柯P有講我又不是劉正宏 你們應該給我這個Credit 可是因為你不是劉正宏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等一下到最後會跟各位分享這些 但是在之前呢 我要請各位看一下 財政是什麼樣的東西 好 有當機了 這是 當機了 沒關係 他把它跳過去 彼特利 曾經是全美國 第二大的城市 之後 這個在做什麼呢 彼特利的消防車 比消防員還多 因為沒辦法養消防員 消防車買過來了 所以 對 沒關係 跳下一頁 他可能是不能吃吧 今天我提供消防員 幫助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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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底特利 碰到的悲慘情況 你幫我跳到下一頁好了 我說 公共服務 剛剛有很多提到 我想知道 政府到底怎麼樣的浪費我們的預算 怎麼樣浪費 你可以看到說 很多地方 像台北市 都在挖很漂亮的人行道 有自行車專用道 可是在那麼漂亮的自行車專用道之下 卻會有可能會有氣爆的產生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預算 已經都拿來忽強忽滅 卻沒有真的在實際的改善 整個台灣的競爭力 我們的稅真的很低 你去跟其他國家比 我們稅真的很低 我們整個國家都在追求 有所謂的小確幸 因為我們科不到足夠的稅收 來提供人民必要的服務 什麼叫服務 一個先進國家 我們到今天 台灣的機場是全亞洲 唯一一個沒有捷運可以通的 機場捷運 政府一攤 雙手一攤 明年完工就明年完工 他在拼經濟的時候 今年的毛次國內閣 他編出了歷史以上最高的預算 兩兆多 但是我們都知道啊 明年度 不管洪秀柱有沒有當選 這一批內閣不會執行完 但是他們卻編出有史以來最高的預算 我也跟各位保證 因為今年要選舉 所以不會有人去關心 預算編得越多 我這些立法委員 可以回家講說 我又爭取到什麼建設 爭取到什麼建設 所以你就接受了 你就買單了 那事實上不是的 行在越南應該戴起安全帽 去拼機場捷運的通車 就像陳水扁去拼學穗 游行會去拼圓山紫分 我們看到過去八年以來 沒有一個基礎建設 在法英九的任期裡面關工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建設 跟你八年後看到的台中 基本上不會差太多 除了一兩條捷運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台灣 跟二十年前我看到的台中 是不一樣的 我是搭很慢很慢的 那個自強號到台中南 我要到埔里去 我每天從 我每天早上從台北 要開三四個小時 才能到台中休息站 再開兩三個小時 才能到埔里裡面去 但是現在都完工之後 你看不到台灣還有什麼 未來會改變 都是因為財政的問題 台灣現在政府出了什麼問題 剛剛主持人特別提到 其實民主的真正的內涵在哪裡 在人民的參與 可是我們呢 其實這邊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災害很重的國家 但是我們跟日本的同樣就在於 人民都享受了便宜的服務 因為我們台灣很難得 我們奮戰過 我們要求了自己的民主 但是很可惜 我們沒有像韓國一樣 碰到政府真的倒閉的情況 碰到整個國家 不是因為戰爭 而是因為財政的困難 而三重垂水淨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 從民選總統以來 每年每年度的赤字 預算呢 不夠大概平均是2300億 陳水扁的時候是1750億 到馬英九是3212億 每一年 這錢有多少 我跟過很多政治人物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政治人物對150萬分的很清楚 這個金主是捐150的 這個是捐200的 他都知道這個輕重 可是在辦活動的時候 這個活動是1億3還是1億5 對他來講不改 他不知道中間1億3跟1億5是差2000萬 可以辦10幾個100萬的活動 為什麼 因為邊境效用地減 對他來講就好像變成小數點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們沒有一年 沒有在陳水扁的時候 有兩個年度 預算達到決算的時候有贏 是林權當主信長的時候 其他的每一年全部都赤字 而且高興的變成赤字 而這些赤字你會發現 除了在京省的時候 其實李登輝的時候 是有碰到京省 所以把省政府的債務 全部拿到中央來 可是從2000年之後 台灣所增加的基礎建設的品質 非常的有限 但是債務卻驚人的增加 然後更重要的是 大學生的畢業的薪水完全沒有增加 薪水完全沒有增加的時候 他只增加了債務 叫這些人 將來要從他的所得裡面的 薪資裡面的所得税 來平衡那些債務 那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 我們就看不到這些錢到哪裡去 希臘曾經那麼快樂 各位都看過報答 希臘百分之二十是公務人員 又百分之二十是公務人員家屬 所以全國一百個裡面 有四十個是靠政府的理金水 其他的人做什麼 有的是小孩子 有些是老人 所以基本上靠政府在幫他癢 大家過得非常的快樂 但是直到今天 希臘的失業率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百分之五十 然後呢 誰被迫要走 一樣是看病的醫生啊 所以我醫生 我一樣在看希臘人 可是我領不到薪水 所以我醫生就跑了 現在希臘在三千個醫生裡面 有將近一千五百個醫生 都在德國工作 另外還有五百個醫生 到歐洲其他國家工作 他不會留在那邊呢 所以醫生只好跑了 台灣有沒有醫生開始跑 我們錯誤的健保 台灣的醫生也開始跑了 年輕人我一樣有能力 我就只好到外面去工作 因為你這個環境就沒有辦法來支撐 烏克蘭也是一樣 那我們台灣如果說在預算方面 沒有做一個大幅度的改革 而這個改革呢 這個改革是讓人民知道 民主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 參與式預算的過程 但是簡單的來講就是說 參與式預算 不是我跟你來決定 這些錢要花在哪裡 我還要跟你來決定 你可以跟我身上喝多少錢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你到美國到歐洲 因為民主的改變 所以當你要開一條高鐵 你要成立一個特別預算 你要做公投的 我想蓋台中市的捷運 我想蓋一個台中市非常好的捷運 有六條線的捷運 我要公投 我要公投什麼 如果我蓋這個捷運 我的房屋稅要增加3% 你要不要 等到公投超過的時候 大家的房屋稅就增加 我的每個建設 是這樣子重大建設 是用這樣公投的方式來決定 這個就是民主 今天如果 我要不要蓋三條捷運 當然我希望 最好站就設在我前面 誰出 我們中央出 誰出 反正政府出 可是沒有人叫政府 其實政府就是我們 所以我今天呢 因為我今天不會講 技術面的東西 但是我想用三個問題 來回答各位剛剛所提的 國家會不會破產 我不是都有繳稅嗎 國家不是中間五科嗎 所以我現在在台北大學 教財政專題 也有一些老師在學校 是在教財稅 台灣不是沒有不懂財稅 但是台灣真的懂財政職務的 非常的少 因為教科書裡面 絕對不會有寫到說 有一個地方 它可以序列預算 它可以做假照 像苗栗一樣 所以模型沒有那種 學理沒有那種 可是全台灣去好多個縣市 都在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先來處理 我們到底國家會有破產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 怎麼樣來看債務比 就是你這個人 像郭台銘欠兩百萬 有沒有欠很多 沒有 因為他賺很多 我如果欠兩百萬 那我就很辛苦 所以債務的多寡 不是看絕對值 今天如果說我們債務的成長 台灣也多很多 未來的機會 今天台灣如果剛剛看到 三個民選總統的結果 我們是看到一個 台灣很滴漏水的地方 台灣的自來選擇 它就可以喝 就跟日本一樣 台灣的水壩 是可以燙七級的核災 我們的債務成長 那就有利益 但問題是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只看到了每年的煙火 我們只看到了不必用的假牙 我們只看到了領得再贏的老人民金 那各國的債務比呢 從表上面可以看到 日本是最高的 對照它的GDP是226 第三個國家就是希臘 那大概就是100多 那第二個國家叫哪裡呢 這是非常特別的國家 這國家呢 在2000年的5月28號 公布了一個新聞 這個叫星巴威 它這個新聞非常特別 這個星巴威呢 國家銀行辦了一次 最大的樂透抽獎 最後主持人在電視上宣布 我們得獎的是 打開 我們尊貴的總統和下 你看全世界在講 財污的時候都會提到這件事 他連那個人民那個窮國 最大的希望都會的 所以他能偷就偷 他常常就是拼命借錢 然後把貨幣搞到崩盤 現在西巴威已經 西巴威 你如果看過那個幾兆元的 那個幣值的錢 就是他家的錢 所以非常有名的國家 那你就會知道說 當他把國家當成提款機 當他把人民當成提款機 就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上次看到這種年輕的面孔 然後也碰過很多 五十歲就可以退休的國中小老師 剛剛我就在聽看有沒有這種 因為他們也都很關心社會問題 所以他在聽說有沒有這種老師過來 因為有時候講的時候會不太尊重 因為他們週休七天領七萬多 會覺得說 你呢會不會心寒 因為年輕人出來 才兩萬多塊的起薪而已 兩萬多塊的起薪是什麼意思 就算要繳所得稅 十趴好了才兩千塊 十個才兩萬塊 要四十個學生啊 工作才能養他老師一個月的退休 可是問題是 學生不是只有一個老師 我小一有老師 小二有老師 小三有老師 我覺得這種制度本身就是病態 可是我們都乖乖的不講話 我們國家竟然可以容忍這種年輕制度的不公不義 一年又過一年 然後把最好的財務都留給已經對台灣做過貢獻 或者沒有做過貢獻的人 然後去擠壓未來世代的成長機會 你可以看到因為債務那麼高 所以會發生一個事叫做倒債 什麼叫做國家倒債 國家倒債是什麼意思 國家倒債 花不出錢不叫倒 是你因付的 因償還的債務 我們沒有辦法還 台灣最有人講過 台灣不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債務分兩種 一種叫內債 一種叫外債 什麼叫外債呢 這個國家沒什麼錢 要做什麼事 要跟國外借錢來做 像我們早期的高速公路 我們就要跟沙烏地阿拉伯借錢 然後將來有錢車慢慢管他 這個叫外債 內債是什麼 那就是我國家人民存很多錢 所以我政府呢 只要發行公債 我都不必找老外買 我只要用當地貨幣 那你們就會乖乖地把你 郵局的存款 你的郵局存款到哪裡去 你的郵局存款就是 經過種種的程序 然後轉到台灣銀行去 借給劉正宏他們花掉 錢不會突然間出現啊 那你說錢消失了嗎 台灣沒有你還有債權在那邊 因為苗栗縣政府 每年都必須互利息給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就要互利息給郵局 郵局要互利息給你 所以這是這樣的循環 這個叫內債 那什麼叫做政府導債 接下來就是 忽然間發現劉正宏的苗栗縣 我沒辦法付給銀行了 我沒辦法付給台灣銀行的時候 台灣銀行就有呆帳 台灣銀行也就沒辦法付給郵局了 郵局也就呆帳 郵局發現郵局要倒了 就像現在所有的那個希臘的 他能不能推週休期天理期外 因為他被打成了很多 其實希臘現在已經 感到只有原來的百分之40 但是還是領不到 因為規定你每天只能領2000塊台幣 所以儘管你額度很高 你每天要去停管錢 現在開放到一週可以領 大概7000多塊台幣 可是有些要打一倒數的 那就沒辦法 所以一個國家在運轉的過程中 我們都很理所當然的說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我比較了解的 我另外一個專業是BOT 把大雞蛋 拆掉 對 拆誰的 是不是拆到了趙天爽的資產 也不是 因為很多是趙英雅 然後趙英雅就有個呆帳 那趙英雅的呆帳最後會怎麼樣 政府就在編金融重建基金再去補它 最後是誰補 又是我們補 可是我們又沒錢了 所以就是他們補 就是 當你把這個循環都看清楚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說 那些沒有投票選擇的人是 超級倒跌到 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1998年以來 導賽的公司包含了 俄羅斯 土耳其 希臘 還有這些小 小國 亞馬爾加 阿賓廷 這個 烏拉圭 這幾個國家 它的特色 都是 除了幾個 不是之外 都是民主國家 都有投票制度的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 並不能夠去保證它不會倒閉 而且呢 如果你們聽過 那個 在整個 國家的 運作過程裡面 我們常講的肉桶政治 就是 藉由債務來買票的行為 民主國家更為盛行 那這樣的盛行的情況之下 我們 人民的素養 所以 本來我 我自己在做財政 其實我很失望 因為 我都在議會 然後看著 我們期待的 我們期待的民意代表 跟我們期待的行政首長 他們要幫 我們科的稅 還有我們後代使生的財務 做很好的管理 後來都不是 就是做很好的分章 然後反正他們玩的 外面的人也不知道 然後就決定就守下來 我是很失望 可是我後來在去年看到了 整個太陽花的社會力量 還有整個 資訊媒體的開放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因為 我跟你講 台灣的債務雖然很高 但是台灣的儲蓄也是很高 我們台灣是很儲蓄的國家 我們儲蓄很多 我們都到世界各國 都在享用台灣的壽險資金 去他們家投資東西 然後我們的壽險資金呢 你們每年都會買一些 你爸爸媽媽也會買保險啊 我們也會買保險啊 一年都有三萬塊五萬塊啊 甚至十幾萬拿給壽險公司 那壽險公司錢放哪裡去 我們的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要借錢 要讓壽險公司投資 我們法規說不行啊 那個不行 所以我們的壽險資金去買什麼 我們去買英國倫敦地鐵的公司站 我們的壽險資金要去買亞洲基礎建設基金 我們的錢拿到 經過這些基金再轉到 去幫我們的對岸建更好的港口 建更好的工業區 建更好的電廠 因為這樣子他們可以創造獲利 給我們的壽險所需要的 3% 5%微薄的報酬率 然後台灣人就奔奔地存錢 去改善別人的 而且跟你競爭 那最後我們的小孩沒有投資機會 沒有就業機會 就是要到外面去工作 我們存的錢 因為錯誤的財政政策 沒辦法把我們的錢 拿在這塊土地上改善 所以到了今天 你到夜市去吃飯 你想包一碗麵回去給你的家人 還是用塑膠袋 裝著熱湯 裝著麵 也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塑化劑 大家就吃二三十年 我們沒有觀念要去改變說過去的錯誤 或者過去讓它變得更好 因為我們都很努力的存 我們以為說我們存的東西 將來就可以給我們保障 但市場沒有 因為資本市場 你存給 你拿給 你把錢拿給人壽公司 但是人生公司又不能讓錢 自己繁殖生小孩 他就是要找標的 可是沒有標的 他就只好慢慢的往外面去 移的時候就別國的標的 都是基礎建設 我們這邊就慢慢的慢慢的沒有 沒關係 那這第二個 如果我們都是內債 內債就很簡單 外債不管 我跟你借是 因為我當時跟 沙利阿拉伯借 叫做外債的話 我一定跟他借美金了 對不對 沙利阿拉伯借我一百萬美金 所以時間到時候 我是要還美金給他 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就是現在的希臘 希臘沒辦法自己去歐元 所以當我要還歐元的時候 我沒辦法 但是如果我今天的錢 很簡單 苗栗縣政府欠的是台灣銀行 是欠新台幣 所以中央政府 只要多補助苗栗五百億 就沒事了 中央政府怎麼會有五百億呢 很簡單 中央銀行就用QE的方式 多印五百億就出來就好了 然後說這一筆叫做 地方財政重整基金 就印 印完之後錢就出來了 可是 市場會怎麼樣 對啊就是 印錢啊 印錢來還呢 印錢來還的問題是這樣 這一張呢 欸對不起 你等他一看 好 這一張是美金啊 美金一百塊 這一張是阿諾史瓦辛格 在當加州州長的時候 所以並沒有這一張存在 哈哈哈哈 但是有這一張存在 這是阿諾史瓦辛格 在擔任加州州長的時候 發不出薪水給加州的員工 所以印了一個東西叫白條 叫IOU 由州長領銜印給他公 市政府的員工 好 這個月我們沒有錢了 印這一張 下次你可以來個玻璃 欠錢的方式 這有沒有 當然我們連寫借據在民法上都可以成立了 而這個呢就是我的意思是 公權力 公權力 是可以創造貨幣 而貨幣的一談呢 卻是去取代了辛苦勞動的所得 這一張錢 而且員工可以去Wallmark買東西 這張錢 沒辦法去Wallmark買東西 所以當他的兒子想要吃奶粉的時候 沒辦法折價換現金 可以體會嗎 有沒有什麼東西 有 苗栗縣政府現在也開了這個 100多億工程款 中央補助給苗栗 要蓋的馬路 可是呢 錢把你拿去花薪水 花掉了 拿去出國考察 花掉了 所以廠商你不到錢 廠商你不到錢的時候怎麼辦 真的故事 時間到了 要驗收 驗收完要給人家工程款 可是這麼沒錢啊 驗收嚴苛一點 這個馬路啊 這個花財路好 打掉從業 打掉從業 他就要找功能再繼續改 又花錢 還是領不到錢 最後有包商自商 因為大包還有小包 小包就是靠你做什麼一天兩天 為什麼大巨蛋沒辦法一下子復工 因為那個不是遠雄的遠工 那就是大包跟小包 當你這個富工搖搖搖無起的時候 這些小包快找工作繼續做 他不可能就在家裡等 因為在家裡等是沒有錢的 這樣可以體會嗎 所以這個 這個錢的故事就是這麼的殘酷 但是公務機關卻可以像黑道一樣 印白條 這個如果在Google上你就打白條 對不對 叫IOMU 但是這樣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其實這樣的結果就是 這樣的東西啊 我們看到的是薪資 追不上房價的比例快速的增加 什麼叫做追不上房價呢 在台北市榮種的醫生 都買不起榮種旁邊的房子 我就在想說 那這個社會還會有誰可以住在裡面 你看那一種最高級的豪宅 住的都是馬利亞 然後看到中山北路 本來是商業區的改豪宅 那什麼叫做商業區 商業區應該就像這裡啊 他應該就是因為地點最方便 流風域最大 他應該當商業區啊 可是為了獲利商業區改成豪宅 把人都改成豪宅 趕到外面去 所以當一個社會 因為錢太多 一直硬 錢就一直多 可是這麼多的錢 他不是跑到勞動薪資所得 而跑到了資產所得 這也是搭配為什麼 我們要做不動產的改革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其實在歐洲 已經好幾個地方都推出了 薪資所得已經不瞌睡了 因為薪資所得在瞌睡 他沒辦法生存 可是台灣 我們的民粹現在是肥貓要瞌睡 所以我們說三百萬以上的薪資所得 我們要瞌重睡 可是說真的 這是我個人觀念 三百萬能較高 我們希望台灣的年錢都四百萬五百萬 三百萬也不過六十萬人民幣而已 六十萬人民幣很多 比到上海 比到幾個一線城市 如果沒有辦法比到高 人就會走 他有那樣的能力 我覺得我們都鎖錯了 我們鎖到了 好像在排庫 或者其實炫富的富二代都是資產的富二代 今天周杰倫真的開跑車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所以 可是我們社會就會把他是 其實中國的炫富的也都是靠權力在 今天如果是靠你的專業 靠你的能量 靠你的努力 而不是靠 法律 然後詮釋 我覺得那個是應該被保障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特點 可是這個就是我今天特別提到 因為我們責務 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來交流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在打肥貓的時候 什麼叫肥貓 我覺得尤其打肥貓 就是打不勞而禍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那些不勞而禍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房價 就是因為債務的增加 政府債務的增加快速的提高 你說這兩個有什麼關係 因為債務啊 債務的意思就是 政府要花公債來換錢 而錢在花掉的時候 市場上的錢就越來越多 所以物價就跟著上漲 我說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薪水跟現在大學生畢業來比 我們竟然還比還高 而且房價房租一個月在台北市 五千還是六千塊 四十五塊是排股便當 五十塊是雞腿便當 我都還記得 現在不是啊 現在根本不是這樣的一個 世代不勞 還有最後一個是島 那島也是島國家 跟我有關係嗎 有沒有關係 剛剛就跟各位報告 這叫做那個稅出跟稅入 它的進額呢 相減之後佔GDP的比例 其實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呢 中央政府都還是有多的 地方政府呢 是持續呢都是虧損 那中央政府為什麼有多 因為我們在費神的時候 以前有個稅是屬於神的稅 就營業稅是神稅 可是兩千年之後 金省呢 我們所有的錢都到中央來 然後中央在用N幾制的方式 就是統籌分配稅 所以你們都會聽到說 稅制不公啊 為什麼台北 說真的也真的是啊 台北有U-BIP 台北有捷運 台北有好多 其他鄉策沒有的東西 然後台北我覺得它最不應該有 像南港的軟體園區 軟體園區為什麼要在台北 台北已經有金融了啊 軟體園區應該擺到苗栗啊 擺到台中去啊 因為你軟體園區擺在南港 所以南港的房價都漲起來 所以去南港軟體園區工作的年輕人 他的薪資有很多 是要去付給那邊的人房租 今天如果你是擺在苗栗的話 他綽綽有餘 他房子都可以自己買 然後帶成區域的平衡 可是中央有沒有這樣看吧 很有 然後地方都要想確信 我要發展無煙沖工業 我要什麼 我也沒辦法去塑造這樣的環境 所以你會發現說 除了科學園區跟加工出口區 中央主導曾經成功過之外 過去二十年來 沒有成功的科學園區 這樣很多科學園區是閒置的 苗栗最多 台中也是 你們也有在討論另外一個問題 有沒有需要再做出產業用地 但是不是真的帶動就業的 都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台北想做太多 就是那種權利跟空間的分布 非常的不公平 按照公共債務法的規定 我們呢 在線是前三年度 GDP的平均數的50% 各級政府就中央加地方 加起來不能超過50% 而這裡面中央是40% 那直轄市呢 百分之7.60% 那線是1.63% 1.12%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學理 哇 然後這個直轄市裡面呢 再有哇 台北市多少 誰多少這樣子 然後哇的時候 我要喊得很高興 你有多少在線 我有多少在線 你可以想像嗎 好幾個人在分好幾張信用卡 都是空的 你有三張你有五張 然後一個就在哭說我只有拿到一張 我要多一張這樣子 他不是拿到就業機會 他是拿到信用卡 但是這些信用卡也快刷爆了 現在呢總共是39.14% 那因為中央總共是40.6% 中央可以舉債的額度是40.6% 那目前是33.93% 33.93% 那目前呢是5兆多 整個餘額大概剩下3000多億 那3000多億剛好是馬先生一年大概 借的額度就是那麼多 然後更慘的是 如果今年度 因為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差別差太多 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還號稱四小龍之首 他過了兩個月之後 主機總出了出來 變四小龍之末 然後他又沒事 你咬我啊 沒有人為了這種東西去 可是從頭變到尾 變成一點多 而且還做的 所以到年底會更少 所以今年的GDP如果很差的話 明年的GDP的成長率就更低 更低就明年舉債的額度又更少 而更少再配合毛治果一次兩兆元 裡面再舉債兩千左右 一千幾百多億 怎麼又完了 所以真的 蔡英文女士如果真的當選 信聰聰上台之後 發現說 我要有我一個施政計畫 我要執行我的預算的時候 對不起沒錢犯罪加減 沒有任何錢犯罪加減 其實看起來有不應該是編這麼大的預算 但是編這麼大 就是為了應付所有的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在任的立法委員 他才有機會去下面講說 他爭取多少 那這個就是到2013年底 我國政府的潛藏債務 什麼叫潛藏債務 也是我國的發明 世界各國一道會計師 會計法 政府財政本來說 應該把未來會發生的債務 列入為債務負擔 但我們國家的公債法的規範的債務 是跟大家都不一樣的 我們又分 市場性不算 然後我們切割了一些很細的 所以你以為債務只有那麼少 事實上有很多 就是跟我跟各位報告的 那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們都常聽到四大基金 四大基金對不對 那很快就四大基金 什麼叫四大基金 裡面有一個叫做公務人員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公務人員的基金 今天我們看到 二十幾歲的人 還想考公務人員 你知道嗎 他每年呢 每個月要提交他的薪水的 百分之七左右 百分之七左右 進去到公房基金去 可是進去之後 錢到哪裡去 錢就老的人 就到了你 一直到今年 是個turning point 就是說在之前 繳的人 都比領的人 那個金額來的大 所以基金都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今年剛好開始減少 就是說領的人呢 領到的錢 已經這些人 錢放進去都來不及了 都變白獎 因為當到他老的時候 裡面是空的啊 我欠了多少 可是你在講公務人員 改革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講 你們都嘛 考不上高普考 我考得上 他以為有那筆錢 所以我就說 他們對財政的觀念 也是不夠 因為我們 我們退縮制度 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 恩級制 就是 Control Defined Benefit 那個就是舊制 途幣提搏 就政府每年要編錢給 那些人的 那是舊的 那新的全世界 已經都改成 叫做 Defined Contribution 就是基金的方式在做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日本 在美國 他們每年會公告 公告什麼 你是26歲的公務人員 你是50歲 退休的話 你那時候退休 你的替代率剩下多少 就說你現在零5萬 你要開始規劃 你到退休的時候 你一個月可能零3萬喔 那你的保險的策略 就要改變 你可以買不同的基金 的一個Square 你一樣可以買不同的 Program去走 但台灣不是 台灣是固定的替代率 因為你退休的時候 我保證你所得的百分比多 再加上18% 再加上有的沒有 比原來的還多 那這個問題很大啦 那我們也希望說 跟各位 如果未來 我們在推年金改革的時候 各位也可以多多支持 因為有時候要交到 大家知道那在玩什麼 都怕時間太慢 但是不給他們壓力 現在就是 拿一天算一天 可是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問題會 越來越來越大 有多大呢 政府到2060年呢 所要負擔 這個就是舊制的 就是每年要編的 大概就700多 1200多 700多 一直到2055年 2055年可能連你們都老了 連你們都老的時候 我們還在編這種 不必付那個 不是保險的 那麼新制的部分 這就是基金喔 這個怎麼看呢 這是我們講的勞保 這公務人員的 退伍基金 教育人員的退伍基金 跟均職人員的 退伍基金 他的余額呢 你可以看到 勞保的余額呢 到2020年最高峰之後 就快速的下跌 公務人員呢 也是開始從3541 3516到這邊就有負的 那教育人也是 開始往下走了 這後來都提早了 那公職累 那有多少呢 以2030年為例 2030年才過幾年快到了 2030年老保的基金 就不夠錢了 不夠多少 政府要編一罩進去 一罩是多少 我們中央政府 總會預算才給一罩嗎 我有可能編一罩嗎 不可能 更不要講 這個要編到 30啊 但是重點是什麼 這些很努力繳的公務人員啊 他們很努力繳嘛 他認為我退出就可以贏了 可是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你基金已經沒有錢了 到時候沒有錢了 所以錢會從哪裡來 錢會送到立法院去 編預算說中央要從 稅收裡面補那麼多 對不對 可是你的是老人 立法院是他們那一代 他們那一代就可以給你砍掉 我就是不憋 所以我一定不憋了 就跟希臘一樣啊 你自己不改 最後就讓外人逼你改 那不憋的時候 嘿我 我當時有什麼信賴保護原則啊 那個給我 好啦給你白條吧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事 其實他們如果現在零少一點 為什麼零少一點 我有同學的爸爸 南投獄警國小的 爸爸媽媽都是校長跟 跟老師退休 一個月裡 18萬 將近20萬 他真的住在南投獄警 花不了20萬 台南獄警 台南獄警 他拼命的去簽六二彩 我看也都要包台才有辦法 所以 我會覺得說 他真的 我們的 退休 是為了要綁上 你退休之後 還可以有尊義 而不應該是把退休當成 財富不均 跟世代不均的標準 再加上過去沒有健保制度 所以公務人員 他退休了 我們必須要考量 他如果生病啊 或什麼 可是健保在推動的時候 就不要講18% 當年貸款利息10% 現在降到時候幾%幾%的 出貸利息就1% 那這種都是 每個東西都是不對 但是 那些都知道不對 卻我們台灣社會 沒辦法去改 因為我們都相悅了 那是人的錢啊 幹嘛去打年財 有人說住我隔壁而已啊 還有人在我臉書裡面 那都是你偉大的國小老師 我說以為我國小是自學的 扯到這裡 就真的扯到太遙遠了 因為 因為說真的 我們不會希望有人 輪座接台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不改的話 政府每年要跟一兆 兩兆都去補這些基金 那麼年輕人都不必生小孩了 我舉例來講 這個我很推薦你們看 就是叫 日本寫的反貧窮 他說要逃出溜滑滴的社會 這本書你在看的時候 你看到了一個 好像很富裕的國家 你們如果有看最近日本開學嗎 有七十個小孩子自查 為了開學 有各種理由 就自查 在那個國家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地方 但是 其實 其實 我上禮拜去日本玩的時候 整個新聞是在寫 有兩個女生被一個流氧漢殺掉 可是那兩個女生就是俏家的小孩 然後就是因為家裡貧窮 都是貧窮的 你看到那個國家感覺很富裕 都是貧窮的很多 為什麼 那就這樣 我們有很多社會保險制度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加入工作正式雇用者的話 你是有勞保有很多的 可是公司倒掉了 公司沒辦法 你變成一個臨時工 或者你變成是一個派遣業者的時候 你就從這個洞洞掉下來 就掉到哪裡 社會保險 那什麼叫社會保險 你收到的國民年金 如果你不繳的話 你就沒有國民年金保險了 你健保 你不繳的話 你就沒錢勘幣 台灣有沒有人沒錢勘幣 然後呢 就往下掉 掉到最後就是需要社會救助 我們台灣有沒有足夠的 幫助遊民的資源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 像前幾天我看到的新聞 有一個小媽媽要把小孩子出養 有沒有人要啊 這種感覺很有錢的 感覺大家很富有的 但是當只要你不小心跌倒的時候 就跟溜滑梯一樣 這個社會就讓你掉到土底 爬不起來 什麼叫做一個社會 什麼叫做一個家庭 就是一個社會的社會輔助體系 應該是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叫社會安全網 一個叫社會服務 一個叫社會保險 而社會安全網 就是我們覺得過去在震災啊 最貧窮的那些 他是最需要幫助的那些 你不必負擔任何成本 社會應該要幫助你的 各位看到剛剛迪特律那個 迪特律 不單單是強暴案 摩殺案最高的地方 他那個消防隊去救火的時候 他不是對著火的那一間淋水 他是對隔壁間弄濕 就是不要他燒過來而已 因為他的車子根本沒有足夠的水壓 去沖那個火把它浇洗 所以你看迪特律的紀錄片 每一個都是一個房子 然後中間空地 一個房子就空地 那這種就是說 當一個政府連最基本的服務 都沒辦法提供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開會 有些學財政的就說 王老師你不要每次都恐嚇大家說 台灣會希臘化會怎麼樣 我只是說我在自己在擔任財政處長的時候 有一年在編預算 我永遠記得消防局局長說 我們明年要換消防隊的服裝 裡面的雨衣 因為到達使用零件 所以我們要換新的 可是編不出那麼三百萬 後來主席就說 那個雨衣還能不能用 他說可以啊 那就一年再編 其實我的心事很難過 因為學財政的所有的根源 就在於消防隊 你如果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財政這樣的一個討論 就是因為消防隊 因為消防隊的外負性最明顯 所以最古老的村莊 大家就是在考慮說 我們到底每個人的財富 要拿多少錢來成立一個 村莊裡面的消防隊 然後還要決定說 這個消防隊的規模要多大 然後要擺在哪裡 是擺在有錢人家裡的旁邊 還是擺在僑人旁邊 所以很多財政學 公共選擇裡面 是從消防隊的存在而出來的 可是你看到苗栗災物困難的時候 它第一個三層 三軍人跟消防隊 警察跟消防隊的超時加警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 我是一個優秀的消防隊 我是一個盡忠使者的警察 那我呢 新竹有缺我就去新竹了 因為來你這裡沒有加班費啊 可是這其實最根本最根本 還有你看到說苗栗的新聞出現什麼 苗栗的新聞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新聞這樣寫 國中生的營養午餐吃西飯 國小生畢業典禮的校長獎 沒有錢印獎狀 用電子板的 又不是碗簾用電子板的 你會覺得說 什麼叫做基本服務 什麼叫做浪費 其實你會知道答案 所以當我們在看的時候 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這一塊的負擔是相當的大 就是社會保險 所以反正你現在放這樣還可以用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藉由社會保險名義 的很多人 他對社會沒有貢獻的 我們應該就是保障他的尊嚴 而不是創造他的財富 我們創造財富真的有點太多了 這樣子的情況 還有這個 這個在這裡面的第八十幾頁寫了一個 福岡縣北九州的小蒼北區 發現一具死亡超過一個月 早已變成木萊衣的屍體 五十二歲男子呢 他寫下最後一句話是 好想吃飯糰 他好想吃一顆飯糰 他就告別人世界了 在日本 因為 為什麼 外去查 日本有很多人 因為他沒辦法繳健保 他病也沒地方去啊 會被追逃 再加上說自己卡在抱等等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不希望台灣走到這一塊的情況 只要大家力量多一點 少拿一點 是有機會的 因為 真的 財政他不是要革命啊什麼很偉大的事情 我都覺得 財政就是一個改革 而改革呢 改革就是一堆的人 都做一個很小 但是對的是 就有機會 革命就是幾位偉大的人 然後領導我們做一個很偉大的事 可是改革不是啊 就是 只要大家都稍微忍一下 改一下 我們就還是有機會 這個就是 我有看到我們過去哲學這邊 應該是有討論過 因為我看到 晚上大家也有講到參與式預算的部分 所以我就把參與式預算的看法 我們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我們現在要參與什麼 我們要參與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進行財政的改革 我們就是要去介入 介入整個預算在籌編的過程 預算在審議的過程 預算在執行的過程 還有追加的過渡 還有審計的部分 回到剛剛一開始跟各位報告 柯文哲講的那個 他說二倍金 什麼叫做貝金呢 因為我們的預算呢 我今年度 我是市長 所以我有一件事情要做 他說第一件事情我要花多少錢 第二件第三件 十件都講完了 講完之後我要編一個 叫做災害準貝金 因為會碰到颱風 所以我就編一個災準貝金 之外我還可以編一個第二預備金 這第二預備金說 如果不是災害 可是我臨時要用錢 那我就用那個部分 所以那個是沒有科目的錢 但是沒有科目的錢 可以編多大 沒有科目的錢 就要派有沒有那個必要 那預算呢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在編預算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走出了第一步 各位可以去台北市政府的網站看 他把預算書的詳細面 都列到上面去 從以前 你們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你們沒有機會看到 可是你現在是可以看到 文化局局長的薪水多少 你可以看到 他能配車 他油料一年要預計變多少 然後經過這個之後呢 到了議會 我們可以經過電視的直播 我們可以看到 議員有沒有針對這一塊 來做嚴格的問證 還是議員呢 是直接問 你這裡有多幾個新增的約聘固 好 我的親戚要進去 實際上會看預算的公益 是在看有沒有請約聘固 我可以服務學民的要求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 然後預算執行的時候 錢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我們怎麼看 有啊 你每天看到 其實每個公共工程 你只要出去看 他都會有一個綠色的小牌子 寫說這是哪一筆預算 花多少錢 哪個單位執行 然後你可以全民督工 你可以打電話 那這不是去年才挖的嗎 怎麼今年又挖了 因為這裡好做 好像這裡 或者你那個水利 你最喜歡的 因為今年弄完了 花了兩百萬 颱風一來不見了 然後你又可以繼續來 這個都是預算執行 然後預算追加 預算不過他就辦追加減 那最後還有就是決算跟審計 這個預算 預算不是只有 台灣的發行的制度而已 預算就是行政的部會 誰比較大 人民比較大 可是人民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拜託我們的議員幫我們看 但是議員不用工 我們人民也放水 所以行政部門就亂跑 我們行政部門就包括了 以苗栗線來看 預算筹編 換水啊 虛裂啊 每一年都虛裂 沒有人怕 因為議員也不看 22年不刪一塊錢 為什麼裡面都有一元的工程館 所以也就照顧了 那執行都不要講你 很晚啊 不必要的 最後呢 還有一個審計 審計是什麼 審計是全世界都有的制度 就是去看以前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但是不一樣的在哪裡 我們有全世界沒有的東西 叫監察院 各國的審計是屬於立法權 所以看完的是要給議員去質詢 行政叫他不能再做的 我們寫完是給我們看不到的監察委員 亂搞的監察委員他們這樣子做 所以這個部分根本就 工人就敗壞了 所以還會預算缺乏了公民關注 我們今天如果要確定要做參與式預算 就要知道我們公民 我們有辦法去玩哪一塊 因為這裡面的每一塊 我們預算都编了一大堆的人 去養處境人員 養監察人員 養調查官 養什麼什麼的 而今天我們要參與 我看到的到他們在講參與 是講 就是我要決定錢要怎麼花 錢要怎麼花 怎麼參與呢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有一個新的想法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要加速 預算籌編 然後是黑箱 然後最重要是沒有人看 那現在比較好是網路可以直播啊 直播就是我們要有財政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會藉由直播去看這個東西 那我常講啊 我說預算書 你相信議員看得懂嗎 你以為你看得懂預算書嗎 你看不懂 可是問題是我有花錢給你 我也有花錢給你 你至少要請一個懂的助理 對不對 你可能是因為你服務相職特別好 所以你當議員 我沒有規定每個人要讀碩士才能當議員 但是你在聘助理的時候 至少要找一個可以 看得懂的 因為議會就兩大職責嘛 一個是監督施政 一個就是省預算耶 可是你看有幾個真的在看議員上 然後當然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預算的控管呢 是嚴重的失禮啊 那 這個是 參與式預算的最大差別 就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我們民選的首長 就是政務官這一塊 跟事務官的這一塊 在預算傳統的做法裡面 是由這兩塊 而決定出來給公民 那參與式呢 就是怎麼樣讓公民可以介入到 從民選首長 林佳龍市長 跟他的技術團隊裡面 加上我們的意見 但是這三個條呢 誰的意見是大的意見 就要再加上這一塊 公民跟公民之間的整合 那參與式今天 如果 如果 只是撥出了兩億元 給這三個人來決定 我跟你保證就二逃殺三死 誰也不服誰啊 因為這樣我們要民主制度 然後用投票跳卷的方式 那今天丟給十個社團團體 這樣你分兩千萬 其實很難分 就我的經驗真的很難分 那大概差別在這個地方 公民實在要再增加一些啦 就是說 預算的結構呢 要多多的了解 其實我現在是有點在拿廣告 就是 現在是在拿廣告 可不可以我擺明了講也不必 就是說 我很難 因為有很多團體找我去說 你來講一下 讓我們可以去看預算 是真的跟看病一樣 我很難跟你講說 兩小時之後 你就可以去外面幫人家診斷 連看星座都沒有那麼快 所以 我只能說 有很多還需要訓練的 像預算結構的認知啊 然後預算的整個機制 還有預算編列 像台灣能力對於這幾年 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 蚊子館到底有沒有那麼不一樣 你可以 你很難想像喔 苗栗的蚊子館有四個地方 馬縣館其中一個 但是一個更有趣的東西 叫做新竹的四國館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當時四國館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天燈 天燈嘛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是外貿協會 他花了很多成本去做 最後他就要去賣掉這一個東西 因為沾浪完美 然後就有很多中國的省份去投標 要買這一個 可是呢 新竹縣政府剛剛我在想想 我要把它買回來買到這裡 可是很麻煩 誰來台灣還看台灣廣 你今天擺在四川的遊樂區或什麼 大家去就去看一下 增加個景點 我千里條條從四川來到台灣 我還跑到新竹去看你的世貿台灣館 所以就虧損了 所以你會知道 那頭腦就是說 如果我們做生意的 會覺得你這個是要賣誰 有去發生在我們這邊 還千里條條把他運回來 運回來還蓋周邊的 然後一張票要賣四百塊五百塊 沒有人進去 不過有話還是支持一下 因為他們真的也很努力 或者他們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就不要講苗栗那幾個管區 門票也都賣不到 那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呢 如果你打基礎建設的話 你覺得政府本來就收我們的稅 但是收稅的話 也是要提供我們公路鐵路港口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監獄醫療等等 都是我們付錢 還有他們周邊呢 服務也是都是我們 所以政府要藉由公共財的特性 來做的是很多的 所以 但我們台灣稅很低 大家都不願意講 因為我只要想到 我那偉大的國小老師 講的也都是有點難過 但是你不讓他 這個社會就會有 好想吃飯糰的情況出現 所以人民只好是更進一步的去看 這個是經濟學上面的一些 對於財政的分類 但是政府的錢呢 花在肉桶的政治 什麼叫肉桶政治 就是以前的選舉 然後把預算去連一些肉條 然後放在肉桿 放在肉桶裡面去給選民 然後這樣子讓選民投他 這就是肉桶政治 福利買票 我常講的就是那個老人假牙 老人假牙 誰可以去裝拳頭假牙 你想像嗎 那個 規定是兩顆牙齒 剩下兩顆牙齒的人 才可以去裝那一塊免費的假牙 很貴啊 兩萬多塊 我在看的例子是 還剩三顆牙齒的人 醫生跟他講 你把這個拔掉的話 就可以拿到免費的假牙 自然一顆要幾萬 他本來把它綁掉 然後去裝一個兩萬多塊 他覺得不裝不裝 可是他本身都已經有假牙 但是只要有一個假牙 老人覺得賺到了 其實如果有資源 可能就老人拼板啊 老人什麼都給他下去 老人電動車啊都給他下去 這沒那麼多錢的時候 這個都不對了啦 還有白癡午餐的心態 好 我還是必須推崇一下 張聖恒先生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認識他 我先問各位 江峰部長是誰 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是誰 連經濟部長 大部分我一下你們都聽 連行政院部院長 你們也搞不懂 你們可能 行政院長毛治虎還知道 我覺得現在的內閣像什麼 現在的內閣像是期末考考完 還沒放假那時候的心態 就是這樣 就沒事做啊 所以怎麼會有一個國家 搞到 你根本不認識誰是誰 這一次經濟這麼差 出來講 就經濟政策的人 竟然叫彭懷男 所以你會覺得奇怪 但是 他是少數還在搞稅的 不管他搞得對或不對 但是我是覺得 既然你薪水總該做點事 那這裡面呢 說真的這些的 都還不夠嚴苛啦 今天如果對照 希臘今天時間的關係 不過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各位分享 希臘被歐盟所加諸的條件 還有希臘的總理怎麼樣 從條掰的半自覺到最後 又開始出賣本來自己的承諾 因為不這樣做希臘走不下去 我可以跟各位講 在我的眼中 希臘法就不是國家了 他根本沒有一個國家所具備的要件 其實他 他的人民 如果就舉例來講 基隆 各位知道基隆嗎 基隆是個市 說真的 基隆如果變成新北市的基隆區 福利會更好 至少沒有基隆市議會 那省下錢之外也省下很多干擾 你們如果 因為這裡比較遠啊 你們這裡也有好幾個縣間都不應該存在 嘉義市嘉義縣 有誰規定嘉義市跟嘉義縣 還有兩套環保的人啊 難道嘉義市的垃圾不能由嘉義縣順便收嗎 為什麼要留那個東西 所以台灣的土資改造 本來六都這種東西 他就是要從功能 從預算上面好好的去做 而不是從配官位的角度 大家都升官了 後來往那馬下變區了 小林村那邊也不變區了 那怎麼區我也不知道 災區啊 就會覺得說鄉鎮本來有鄉鎮的功能 你硬把他升格 卻不知道他的重點在哪裡 舉這個例子 這是國養的書 中國人史上上面做的比較 清朝為什麼有前一百年的 什麼康熙庸正前往生 你比較一下明朝有沒有那個 中生皇帝啊 然後想說我要立經改革啊什麼 他的宮女有九千人 清朝呢有一百三十四人 同樣都是那個故宮的地方 宦官呢明朝有十萬人 清朝五百人去打領 木材的工藝 木炭的工藝 你看減少的比例是百分之二 只要百分之二就可以生存了 他可以灌水到百分之一百 我們常講說台灣會不會改 台灣如果不改革的話 台灣不倒是奇蹟啊 這也是一樣 明朝那麼爛了 還能夠花這麼多的錢在 醃織費 因為你宮女就九千個 所以醃織錢就要這麼多 苗栗因為有四個文子館 他每年編在文子館的管理人物會 水電費要三千多萬 三千多萬又可以辦很多好的事情 可是不行你文子館已經蓋了 不做這個 不花三千多萬 那幾個又變廢墟會更長 所以當你想做一件事的時候 要考慮的不是剪裁啊 要考慮一做之後就是 每年每年每年這些東西 那政治人物以前的政治人物喜歡剪裁 因為以前的政治人物沒有人在講他的 債務變多少 所以苗栗才可以一直都五顆星嗎 對他說我也希望苗栗的縣民可以金桃花落地 那我參與財政的三大發現 第一個 我發現天下竟然沒有白癡的午餐 發現第二個 原來借錢竟然是要買 這種現在借錢是不買的你知道嗎 他用借薪還舊嘛 就是我借十億 然後跟你銀行講說三年後 這是三年期的長期債務 借十億 三年真的到的時候跟你換單 我換單啊 我們再來一個新的三年 我再借十億吧 前面的還掉 但是我每年還是有給你歷史 就是老鼠會 老鼠會 只有歷史啊 沒有本金啊 本金就花掉了 也沒有不知道誰還 誰倒霉誰還 就是他們倒霉他們還 第三年是政府的錢 原來也是錢 這個是 今年度的 上個月 英國的財政部長 這個叫做紅盒子 紅盒子 他們的預算書擺在這裡 英國的財政大臣 是哪個副首相 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在國會喝酒的 因為他是代表 他除了代表內閣之外 他也代表了 女王在監督他的財產 所以你看他的財政部 叫做Pakrysley 就是他的女王皇室的一個財產 他這一次在英國國會的演講 就是說 國家如果控制債務 就會被債務控制 上個禮拜的經濟學人就講到了 英國政府已經變成Pay as you go 什麼呢 他給他畫了一個 我幫我們把他 你們可以到網路上去看 他把英國畫成一個很像提款機的 英國現在是這樣 法官判你刑的時候呢 你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入間服刑或者就繳罰管 因為這樣我可以增加我司法部的收入 然後更不要講教育的部分也都要委託民間做什麼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常講說 債務到最後是 宜蘭縣有 我當時接的時候 他的債務有兩百多億 但是這兩百多億裡面 有些是藍的 國民黨的縣黨界的 有些是民進黨界的 所以我都講 當你的財政 他是不分藍綠 債務多到一個階段 就沒有同步了 你債務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你要讀到哪裡去 你沒地方讀 所以我常常演講的最後一個都是這個 就是 這是美國的第二位總統 叫John Ellis 他是華盛頓的副總統 那 之後他就當選成為美國的第三位的總統 他在45歲寫信給他老婆說 我現在必須要研究政治跟戰爭 因為這樣我們的小孩才有自由 可以研究數學跟哲學 我們的小孩應該要研究數學哲學 地理學自然史 因為這樣他們的小孩呢 才有個權力來研究詩詞 繪畫音樂等等 三代論 因為他有這樣的願景 所以他連任失敗 他做了首度的改革 他把聯邦的權力拿 你看他幫美國建立了一個好的基礎 可以往下走 那我們現在的人是 把在留三代 三代都還滿過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跟各位分享我的想法是 我們大家都來關心你我來這 那我們上的課大概就是在教大家 更了解預算程序還有預算書 然後了解是誰 然後怎麼樣處理我們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在教怎麼樣可以審預算 哪些是他的重點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的課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好謝謝大老師 那我們在有大概稍微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們請這個393公民平台的 這個專案經理那個明雲 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一些 介紹有關與房地產 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因為本來這個階段本來應該是另外一位 講者花競曲老師 那因為他臨時今天晚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必須去參加 所以今天就沒辦法來 所以呢就由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關房地產稅值 那為什麼會今天後面插這個段落 主要是因為講到財政的部分 那一定跟稅有關 那其實台灣有70%的財富 是藏在房地產這個部分 所以 那大家一定都知道有關房地產稅 他有很多不公平 那最 代代印象一定要兩個例子 就是一樣就是五年賺2500萬 那工作的人他要繳560萬的稅 可是你兩千同樣是靠房地產 去賺到2500萬的人 他卻只要繳152萬的稅 那也有代理也有聽過說就是 通過就是房地產來證你自己的小孩 他可能只要繳70萬 73萬 可是他假如直接給小孩2500萬的話 那他要繳 他給現金的話他是要繳228萬 所以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稅制上的不公平 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在於稅基 那 好大家應該手上都有這一張 因為房地產稅呢 真的非常非常複雜 然後複雜到就是你真的是很想就是撞牆 那我們就是幫大家把它整理出來 有關房地產的各種稅基跟名詞 那簡單的說房地產稅他有三種 那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利得稅跟持有稅 利得稅他就是在交易的時候才會產生的 那持有稅就是在比如說我們現在因為有這個房子 那就是每年每年固定要繳的持有的這個稅 那在地方財政來講呢 因為我們有分地方稅跟國稅 那持有稅的部分基本上是地方的稅 那對地方來講其實持有稅是相較相對於利得稅是比較穩定的稅源 對可是呢很有趣的是我們的地價地價稅跟房子稅就是持有稅的一部分 那可是他的稅基只有市價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市價一千萬的房子 可是我們在課稅的時候是用一百萬來計算他的課稅基礎 對那我們來舉一個全台灣犯罪率最高的社區 對這個這個這張資料呢是花老師他去那個台北市的財政局偷偷運出來的 那所以這絕對是真的 那上面被切掉了好沒關係 這個地保他是他市價是三億六千萬 對三億六千萬 那我們有一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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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我們先來看一百年為什麼要先看一百年 因為一百零一年實施只有台北市才有的豪債 所以他有一些調整 所以一百零一年的狀態是比較符合各縣市 全台灣的狀況 那你可以看他市價是三千 三億三千六百萬 可是呢你可以看他的房屋 房屋稅的房屋的價值跟土地的價值 加起來才一千七百七十一萬 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落差 所以他最後實際上真正課到的稅只有九點九萬 大家懂這個落差就是他市價是有三億多 可是政府卻只用 政府卻只用 就是一千七百多萬來計算他的課稅基礎 所以就造成其實房地產 其實政府從房地產課到的稅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好 那稅基 普通貨的稅基的問題 他其實除了造成 比如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民營最高的房產 房價很高之外 其實他還造成了很多問題 比如說你靠 比如說剛剛講的 靠房地產賺來的錢 他的獲利是會被低估的 那還有他因為他稅基的關係 他不是用市價來課稅 所以他有可能課稅跟市場的趨勢是不一樣 有可能他賣出去他是賠錢 對 可是因為土增 因為稅基跟市價落差太大 他還是持續的在稅基廣上調整 所以他可能在賠錢的狀態下 他可能必須繳土地增值稅 然後還有農地是免稅 對 那也有各縣市的實質 實質稅率的落差跟不公平 那這個比較複雜 就是我們今天一個時間不先 所以就不先講了 那他跟財政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 地價稅、土增稅跟房屋稅 其實都是地方稅 大家可以從那個小章上面可以看到 那這三項在地方 在就是在地 三項在地方的那個稅收總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非常非常高 最低的 我記得是雲林 對不對 就是 最低的是雲林57點多 那最高的是澎湖80成 也就是說地方的財源 其實大部分 至少有7成 平均值7成以上 是來自於房地產 所以其實房地產跟台灣地方的財政 其實是有很高度的相關 對 那我們現在來講稅積 大家在調整 因為我們找的稅積是等於 稅積乘以稅率嘛 那我們先講稅積 假如我們把稅積調整 百分之二十趴的話 我們至少全國可以增加到415 415億 那假如說我們把稅積調整到 要接近市價 因為大家一直在講實價課稅嘛 那實價課稅其實它是用 大概市價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大概就是可以增加到 兩千九百八億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嗯 可是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不是全部的房屋都調整 我們只調整擁有的 個人擁有的第二屋以上的話 然後全國你可以看到 持有的 而且我們只調百分之二十喔 就是比現在多一點點 就是全國可以增加415億 那假如是 嗯 對 持有稅的話 部分是增加415億 那假如再增加普增稅的話 總共可以增加兩千多億 那我們當2012年的財政 地方的財政市值也才三千億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調整一點點 我們的全國地方的財政市值 至少可以解決三分之二 對 好 那我們來看它可以到底影響了多少呢 好 在剛剛是說兩屋以上 那我們這邊有計算 兩屋以上的話 大概是 受影響的人大概是27點多 對 就是18 18加 嗯 8.9加 18點多 大概是27點多 對 那 假如是三屋以上 我們直接看三屋以上 三屋以上的話 大概只有八層多的 八發的人會受到影響 那你看八發的人 他們擁有的全台灣的房屋 大概26點多 那假如是兩屋的話 兩屋真的超好這樣 也就是說全台灣擁有房子的這些人 有三層擁有全台灣過半數的房子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全台灣的房子 其實是集中在少數人 少數人的手上 對 所以其實假如調整稅基的話 我們不一定要全部的人調整 我們可以從第二屋或是第三屋開始調整 那到底怎麼樣調整比較 就是你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就是其實我們都用 你可以用手機掃的 可以幫我點進去 對 我們又把它做成網頁 你可以假裝你自己是地方手上 因為這個要怎麼調 其實地方手上的權限 對 那你可以去點說 你是 因為我們製作五毒 然後就是五毒 然後各限式 你要調跟吉他就會算給你看 那到底跟我們獅子 到底有多少 可以填補多少 就是大家可以去試網看看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請問一下那個393 你是各個代表什麼 嗯 那你前面自我介紹的時候 你比較晚來 再幾個次 好 393 其實就是取嫌疑 就是上跟上 因為我們大家覺得 大家不要在嘴巴 有什麼想法 就是要行動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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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是想過一天 做沙發這邊 好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一個QA 那我想說 因為我們時間上 管理可能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那但是我想還是要 讓大家有一些問題 也好 或是你有一些意見 想要提出來 或建議 要提出來 可以做一點簡單的討論這樣子 那我想說 大概就做一輪的討論這樣 那我先收集三個意見 或問題 好不好 還沒有人要提 這裡一位 還沒有 這邊一位 那邊一位 好 OK 那我們 我們待會問題就盡量簡短 那 不要 不要講太長 這樣子 我想問一下 那個古典學派 亞當史密斯 跟自治財政 到底有什麼差 是不是造成今日 財政公民指數是 因為自治財政的關係 我想好 因為有關於 地政 那個地方自治法 好像沒有破產 破產法對不對 有嗎 沒有 然後我想 比較就是說 之前 美國 以特利城市 因為我話比較穩大 我不曉得 你講的內容是怎樣 但是 以特利城市在前幾年 因為也是破產 有 他沒有破產法 可是他現在要開始 一切一切 過一年之後 又慢慢開始了 對 那我們台灣沒有破產法 就沒有 沒有義歸馬 那接下來的 苗栗的那個 危機要怎麼解決 然後也有人說 有一派人說 把地方自治法 地方自治法 加上財政決 現在變成險決 這兩個法 合而為 然後 已經有一套 新的論述要出來 然後 我不曉得老師 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 我請教一下 那個 潛財債務 要17兆多 明顯債務 5兆多 大概23兆 佔GDP的幾倍 國外的算法是 他們到底有潛財債務 大概 主要的國家大概是幾倍 就是說在那個比較公平的 會計制度下這樣子 去做一個比較 我們大概有三個問題 請黃老師做一個簡單的回覆 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我跟三位報告 因為亞當師命裡面 特別在第六章講的 就是政府的債務 然後政府為什麼要舉債 政府為了戰爭來舉債 因為舉債可以打贏的國家 打贏的國家就可以賺到錢 再來還這些債務 所以要跟貴储借錢再做 那 剛剛是特別提到赤字 那赤字就是 後來從凱因斯學派 就慢慢改變過來 那台灣很可惜是說 我們赤字預算也是希望能夠 帶動經濟成長 叫赤字預算 可是我們真的 財政機率很不好 就回到了剛剛講的 我們有破產法 但是我們破產法裡面 沒有規範工法的破產 我們一般人可以破產 可以展開債務協商 債務協商意思就是 我的債呢 可以被打折 那打折的情況誰受損 債權人受損嗎 台灣依然會受損 可是受損的話 至少他有機會重生 那苗栗就是沒有辦法去走這一塊 我們只能夠怎麼樣 插封工庫 我們以前就插封過很多工庫 以前鄉鎮公所 付不出工程款的時候 就插封工庫 那現在那個法院就去那邊貼封條 然後工所趕快拿個宣傳海報 那個政令宣傳貼上去 大家打得到 那等到補助款再下來就過了 所以台灣是真的有需要去 重新去規範這個公共財政管理 不過為什麼在規範公共財政管理的前 就是要把台灣民主化的東西放進來 我覺得今天不是應該由七十幾歲的 剛剛看到那個財政部長 他45歲 英國的央行總裁41歲 已經擔任過加拿大的央行總裁三年 三十幾歲當成央行總裁 我們的央行總裁可以當他阿公 我們是七十幾歲在 七十幾歲所做的財務決策是不負責 所以你最近看 最近這幾個歐盟國家財長會議裡面的 都是四十幾歲在做 甚至三十幾歲在做首相的總理的越來越多 因為未來是他們要承擔 不是我們要承擔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要做地方財政改革 或者制度法的這種討論的時候 公民的意思要進來 公民的意思就是說 你編的預算書 要大家很簡單看得懂 不要當作台灣人都笨蛋 因為台灣人買股票的很多 他們都看得懂上市公司的財報 你就要有辦法做到把你的這個東西 讓大家看得懂 而不是寫的這樣子 然後都是PDF 然後也不能抓不能算 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 那至於最後一個就是一樣的問題 國際有標準 潛藏債務 只要你承諾性的還有擔保的 都要算進來 所以算起來的話 跟我們GDP大概15兆兵起來 我們現在是160 160這樣的比例 剛好跟希臘一樣高 但是我們比日本低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除非我們去改變我們的計算方式 改變我們的承諾 或者把我們現在講的是今天 我們看到的 我們今天可以算到的潛藏債務 但是那個算真的很精細 你要考慮到說現在所有公務人員 他的平均餘命啊 他的投保率等等 所以每一個計算包括都很難 但是我們也一樣 我們看不到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單位以前叫金建會 現在改名叫國花會 他有中長期施政計畫 你們覺得金建會 就是目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所號稱的中長期施政計畫 中長期是多長 中期是4年 長期是8年 我們 我跟各位報告 你到美國 你到英國財政部 都可以看到他未來50年的財政預測 因為人都生出來了 所以未來50年 你按照這樣預估大概怎麼樣的情況 他是要讓我們看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他一出來就是知道台灣國產 所以也沒做 我們少指畫 你說我們現在進行成長率多少 一趴兩趴 進行成長率是包含了勞動的生產力提升 還有就是人口 勞動人口的新增率 但是從今年開始 我們的勞動人口也開始減少 所以很快我們新成長率是不會成長的 因為人口的衰退 就算你勞動率有提升 你也比我 反正講得有點太悲哀 你不要 沒有沒事 剛剛講的都是夢不好 沒有這件事 你還是要快樂的長大 我們靠 如果從財政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財政真的已經很嚴重 而且 但是我也找不到很簡單的話語 還跟大家分享所有的我的感受 可是你剛剛三個問題 其實都是我們很大問題 哪有說借銀行就不會倒的 借政府就不會倒的理由 因為借政府不會倒 所有 所以才會所有的銀行 最喜歡借給現政府 因為它這樣子爛頭村都有地方去 這是問題很大的 我再補充一個我的觀察 只要一個地方 待遇最好的都是公務人員的話 那個地方就沒有機會 那個地方沒有發展的地方 可能那個地方 台東啊或哪裡 薪水最高的 都是公務人員 那地方的產業性就很差 好 一輪 要幾輪 我想這個我們大概就是一輪 因為我們時間上面有限 我們是預計九點半要結束 那我想說可能待會兒 如果大家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黃老師還會留下來一下下 然後待會兒大家可以 有問題可以找黃老師做一些交流 好不好 那我想說今天的活動 我們會先到這邊做一個 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下個禮拜同樣的時間 一樣有哲學進去 下個禮拜我們要談的是有關於 會安婦的議題 有一部紀錄片 叫做什麼 會安婦 大家知道 好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說最近大家 除了在這個歷史課章的議題 操得比較嚴重 那我們包含像這個會安婦的議題 被提出來 好 好 那提出來以後 那我們覺得說可能大家 也對於這個議題 也許不是那麼熟悉或了解 那我們就來談談這個議題 那我們請到這個 應該是婦女救援基金會 這邊的朋友 會來一起做一些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 下個禮拜同一個時間 七點半 我們在這個場地 來參與這個進去的活動 那我先到這邊告一個 結束之前 忘記要先募款一下 那個我們只有我 就是大家都是這個志工單位 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受 大家都不領錢 但是我們場地費用 或者一些交通上的簡單支出 我們不是說每個人要繳多少錢 而是說你手頭方便有多少 我們就可以自由樂捐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大家 那下一集再見